李宗盛雄議員 大家好 感覺上很親切 不過其實我和大部份在座的同事 很多都素未謀面 因為在2008年 我派我自己去天水圍 去成立天比高創作夥伴 我都是在過年團拜的時候 才回廣播 大家好 我叫YT余增 和商台結束 始至遠古的1971年 我想很多在場的年輕同事 當時都還未出生 那時在直播室 除了主持人之外 是長著有一位播音小姐的 他們就負責報時報新聞 報天氣 報種種的資料 還要兼賣一些現場的廣告 其中有一位得高望重 慈母營的阿姐 就很疼我 周不時都提點我 我最印象深刻的是 至於是 逢眼看著我 我做節目的時候 做照片高彩烈 口沒橫飛 甚至是有時手沒有足蹈 他就會披不住 隨隨地 脫下他的眼鏡 然后很慢地 因为她很怕发出 丁点儿的噪音 很慢地斜斜地 很关切地 看着我 她的眼神是充满了疑问的 我不怪她的 因为当时 波音小姐他们的训练 要求他们 正耕偽座 智正康圆 不久言笑 他们是要有一种权威的 听下 买车哪款好 最好西德车 西德云高牌 世界最好车 他们当时 对我来说 他们是大时代代言人 波音小姐 真的 时代尖端的科技 都是由他们负责爆料的 听下 雪白牌雪柜 有秘密武器 不漏水 请买雪白牌 秘密武器啊 老友 这个雪柜 是有秘密武器 不漏水的 厉不厉害啊 是不是听了 你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呢 还不可思议的是什么呢 那时候我是做音乐节目的 做音乐节目 一定需要有个耳筒的 是不是 这个是不可或缺的 配套工具的 但是你知道吗 你是需要 首先 去申请有个表格 好好地填写它 然后 交上去 然后再 交上去 那个时候递过去 递过去再交上去 然后再在上面又 这样 元老回来给我 披荆斩击 过关斩将 才得到 一个耳筒到手 可以用 是每次都要这个程序 当时呢 工程部的手足呢 他们是很好的 很有心的 其中有一个 真的 我到现在 都心怀感激 因为呢 去多两次 他见我 不厌其烦地做 他很关心我 带着一些连识 你做节目 为什么要带耳筒呢 你听不到 你自己说什么吗 我坦白说 我真的不懂得 怎么回答他 这些是四十多年前 的一些往事 我庆幸 我从来没有介意过 别人 斜斜地 看着我 也都不介意 别人说 喂 你 没有那样 整那样 多多事实 需不需要 我只要觉得自己有理 特别是准备了 有一些耳筒的心意 我希望大家 做节目的时候 都听到自己说什么 等一会儿 大家听到音乐的时候 就将这份心意 伸火相传 小小心意 敬请少纳 这个音乐 就是 在1971年 就是 接近半个世纪前 我第一个主持的节目 的开场曲 现在听 你会说 很凉饼 那时候 很有型 很突破 什么节目 16号唱片室 谁主持的 余曾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社会责任 任重而导远 希望大家 每一次 对着咪 带起你的耳筒的时候 敏记我们的创办人 何作枝先生的份识 在这几年 我先后 和我最爱的妈妈 和我最尊敬的何生 一一道别 被我深刻地感受到 天下无不散之言直 也都没有说完的多谢 在这里 一切我曾经 有幸遇过的人 同事 同事 一切丰盛的回忆 都令我无限感恩 多谢大家 余曾主持的16号唱片室时间 又差不多够了 是啊 下星期日 下午6点至7点 再收听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